很多蛋白出的原住民朋友 因为离蛋黄区太遥远 很容易被忽略掉 很容易被忘记它的存在 坚持有四样事情 绝对不能让原住民的朋友 只亏受到委屈 原住民基本上住的比较培圆 很多都在山区或者秋林 原住民的朋友生活的状态 因为住的比较培圆 所以是非常辛苦 我用一个早上吃的荷包蛋 来比喻 很多都在都市的是蛋黄区 住在偏乡的是蛋白区 我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一听就懂 很多蛋白区的原住民朋友 因为离蛋黄区太遥远 很容易被忽略掉 很容易被忘记它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高雄 有三个原住民部 三个原住民下 我坚持有四样事情 绝对不能让原住民的朋友 吃亏 受到委屈 第一就是教育 原住民的小朋友跟下一代 一定要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 以及教育的机会 第二医疗 原住民在黑乡地区的医疗 绝对不能因为地理位置太远 人数太少受到影响 第三建设 不能因为原住民人数少 建设就七折八扣 就是不可以 第四 非常重要的金钱 原住民朋友很大的困难 在于他会做 他会生产 他不会卖 这个原住民朋友吃了大亏 也就是在山区 大家知道拉拉山水蜜桃 这一段时间卖得非常好 如果在偏远的地区呢 我们种了非常多的水果 非常多的茶叶 非常多的爱玉 甚至一些高山的很棒的蔬菜 卖不出去 或者不会卖 或者被剥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原住民的经济 理论上来讲 只要有生产跟销售 能够合理化 原住民的经济 就能够改善 简言之 我对原住民的问题的看法 是真的有用心 教育 医疗 建设跟经济 这四个主要的工作 原住民区 绝对 不可以受到任何的欺误 我在高雄市 都行能够改善 就是 一定然